在参加民主峰会背景地图上做文章 试图夹带私货都受台独 不料却弄巧成拙 被美国当场拉黑画面 再次戳破了台美关系 坚弱磐石的谎言 日前美国组织召开的所谓民主峰会 台湾在受邀之列 民进党当局对此是颇为得意 以为得到了美国的支持 妄图借机大做文章 却再次被现实打脸上演了一场人丢了的戏码 据路透社12号报道的消息 台湾代表唐凤在视频发言时耍了一个小聪明 展示了用不同颜色标示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双色地图 引起了美国官员们的不安 唐凤的视频画面随即被掐断 只剩音频以及一张职位介绍卡 可谓是睁眼说瞎话 尽管美国后来解释说这是技术方面的原因 并说是无心之过 而唐凤本人及台湾外事部门事后也坚称一定是技术的问题 然而纵观整场会议 只有唐凤的画面出现了问题 美国到底是无心之过 还是有意为之 不言而喻 有观点就指出 唐凤视频画面被拉黑释放出了某种信号 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说 这可能表明美国对民进党当局的支持 并非如其再三重申的那般坚如磐石 消息还称 在峰会前的模拟会议当中 那张双色地图并没有出现 可见这可能是民进党当局 试图夹带私货 借机传递台独信号 没想到却弄巧成拙 被美国当场打脸拉黑画面 再次戳破了坚弱磐石的台美关系 是一个假象 事实上这看似是一个意外的事件 实则却在情理之中 所谓的民主峰会 本就是美国谋求自身利益的政治工具 台湾向来也只是美国以台制华的一颗小棋子 国际参与也需以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式来去进行 唐凤此次耍的台独小伎俩 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踩到了红线 当然必须被消失 正如岛内所说 美国老大哥口号喊的那叫一个声嘶力竭 依然不会跨越一个中国那条红线 台湾小弟你清醒了吗 两岸统一是历史大事 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 台独分裂势力极其行径 有备民族大义 必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两岸快评最后想要说的是 邪阳自重没有出路 以台制华注定徒劳 如果继续挑衅逼迫甚至突破红线 我们将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 我们下一个点的设计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